疫情下,財源公司倒閉 失業率由疫症爆發前的大約3.3%升至6.3% 達24.4萬人 9月美國制裁,Made in Hong Kong 變成Made in China 香港製造的招牌毅毅負 但偏偏不少人在這時設廠創業 製造汽水,開製餅工場 在最艱難時,消費者不再貪便貪方便 反而重新面對藏著香港人文化的Made in Hong Kong 我們今年開了一個香港的汽水廠 主要有兩款產品 第一款是湯力水 第二款是煙燻的梳打水 主打是給別人用來調酒用的 是因為自己很喜歡喝酒 然後眼見香港有些本地製作的瓶酒出現了 可能本地的湯力水都可以做 是一月? 一月左右 我們主要銷售的對象 例如餐廳或酒吧 都相繼因為疫情要關門 有些股東就退股 只剩下我們兩個 也不可以說會借酒消愁 但可能會有一種想逃避 不想去面對這件事的感覺 即是會不要去 不要去新蒲港 不要去創 不要離近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的湯力水 最值得提的是 一個香港種植的有機檸檬 你也看到它現在已經熟了 其實它也會是青色的 它的名字叫香水檸檬 其實這個檸檬 你只要在上面用手指 輕輕地刮一刮 其實它的香味已經很出 一來是想支持本地的農作物 二來就是它的皮 真的很香 很適合我們這個餐料去用 我們會用了一個 香港曬的果皮 冰糖 草果 百味果 以及桂皮 都是在九龍城的店鋪運回來的 今年因為疫情 所以巡逗街 也不是有很多地方去 我想想 如果你要開始一個這麼難的事 今年就是最好的年 本來差一點就倒閉 逆境界起死回生 因為他們認識了一個 奧地利酒廠的老闆 大家都想將過去的生活 帶回家 因為疫情 剛好處於高峰 很多人不能出街 他就想做一瓶 可以在家裡一開 立即喝的 類似一個 咖啡酒 用了一個月 我們就幫他做了一個 有酒的 一瓶 ready to drink 咖啡酒 就把我們的牌子 帶了出去給大家 那就多了人認識了 有一點想不到 原來會有一個轉機 如果將牌子 保持得很密 一個月 都可以做到一萬瓶 我們的2020是 逆流而上 抗逆的逆 7月 我們第一次禁堂食 食店被殺個措手不及 幾間餐廳合資開餅廠做月餅 工作關係不方便出鏡的負責人趙先生 希望和其他小店一起開月 大概五六月左右 我們開始這個狀況 當時一開始就已經做月餅 最主要大家希望做到 就是在香港找到的錢 在香港洗飯 和延續香港製造這件事 最初他們以預售券的形式訂貨 客人去店買預售券 順便吃東西 拿餅的時候又吃多餐 起碼客人來最少兩次 都是一個叫做帶動人流的方法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慢慢慢慢被取締 被取代 其實我們是香港長大 在香港出生 我覺得有些東西一定是需要保留 我們會做一些傳統的食物 譬如我們做過的月餅 接下來我們會做的年糕 還有我們下年都有機會做的種 還有就是香港的小食 特色小食 但我們會放入少少台灣元素 因為我們覺得要有多少少的變化 才能夠令到吸引力提升 我們還在虧待 對 還在虧待 而且虧待的也多 我相信很多工場是結業的 所以市面上多了很多工場的盤 相對來說 租金可能會調低了 因為很多人已經離場了 所以明顯香港是會少了 其實都是為了多開一條路 我不會說都是輸身家 因為好就是好在我們本身自己 有一個食肆去維持住 所以這裡是一個理想 所以才會這樣做 我們的2020 香港人痛苦了兩年 是時候振作 除了有份經營工場的食肆 他們會把餅 放在有需要的小店寄賣 互相扶持 不明找數 我們就是收完之後 完整個項目 才退回錢給他們 最主要是短暫性的 資金流動 每次疫情很嚴重的時候 例如第二波或者第四波 政府開始有限聚令的時候 我們沒有堂食 就出現了賣餅這件事 多了客人會主動過來店舖 就賣外賣回去 買餅的同時 會再買到我們店舖的外賣 那段期間其實有幫到手 對我們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短暫性的 最近應該有堂食 我的2020 好像甜品沒有甜味 可能將來未必會再有香港製造的標誌 當新聞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很害怕 這件事要消失 或者要怎樣 要好好保持它 好好把它保存 這是很艱辛的一年 如果我們以品質 在這個逆境都生存到的話 當順事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會生存到